美国探月3亿多元又打水漂了 已经花了3亿多美元的月球项目宣布终止 美国探月又开始出幺蛾子了 啥时候能重返呢 然后还要花将近10亿美元 发一个无效载荷到月球 真的是有钱没地方花的典型案例了 7月17号 NASA宣布将终止挥发物调查极力探测车 Viper就是毒蛇 这个任务的开发 这个月球车叫毒蛇 计划是到月球的南极寻找冰层 取消的理由大家都能想到 对吧 呦呦呦呦呦呦呦 没钱了 NASA的官员表示呢 Viper的成本增长了30%以上 在2021年的时候呢 确认它的发射任务的时候 成本是4.335亿美元 然后最近的一次评估 说是6.09亿美元 那至于后面还没有增加 不知道 估计他们已经预想到了 时间也推迟发射了 预计发射时间是2025年的9月份 严重超支将导致其他的商业 月球有效载荷服务 线中的其他的诸多任务 不得不取消或者中断 那所以还是把这个项目取消吧 那这个月球车的建造过程 是由内向外的建造 它并不是模块化的组件 它只有内部的各个零配件 建好了之后 才可以开始建外围 从2020年开始 遭遇了一系列的供应链问题 导致关键零部件的交付延迟 有很多被推迟的零部件 它实际就要安在这个内部的 所以你内部没完工 你外部无法执行啊 因此就随着这些部件的推迟 就迫使这个团队 推迟组装 推迟集成 推迟初步的测试 不过到目前呢 终于完工了 开始进行环境测试了 结果项目被卡掉了 理由是 在测试过程中 有大量的问题 可能需要纠正 这对于航天器来说 都是普遍发生的 可以理解 而它的这个测试的时间 以及费用 是无法预估的 测试发现问题 是可以理解的 正常流程嘛 但是已经开发好的月球车 你合着跟大积木似的呀 拼的过程中 你不检测吗 拼完了才去检测 如果你内部发现有问题 你是不是要把它拆了 重新造啊 对吧 这流程就是有点太敷衍 和不科学了 而取消这个项目 能节省8400万美元 也就是说你前面 花了将近3.5万美元了 对吧 如果按照那个 四点几亿的这个预算来看的话 那还有黎大普的内容 这个月球车上 原本要进行了 大部分的科学研究 将由其他的任务完成 也就是说拆掉 它的重要仪器以及设备 安装到其他的任务上去 难道这不需要花钱 你拆我估计 你得花个好几千亿 对吧 重复造轮子呀 这月球车是能跑的 对吧 然后NASA表示呢 这种可以活动的 机动性能的月球车 可能后续要依赖 后续他们载人登月的时候 带上去的那个 开发的月球地形车 就是能有移动功能了嘛 也就是说它后续的 在载人登月之前 后续的所有的探月主路器 都不是可移动的 就没有月球车搭载 并且这开发这个月球车呢 要在本世纪末交付之后实现 本世纪末 这是原文啊 我觉得这个翻译成 这十年之内是不是更合理啊 大家觉得翻译成什么 这里面就有意思了啊 如果按照十年来说的话 这么看来 美国重返月球的月球车 要在2035年以后 才能计划制造出来 然后奔月 但是他们的计划归计划 实际都不用想 必须要推迟的 那同时NASA为了省钱 建议四应公司 或者国际合作伙伴啊 能够主动的提出包揽这个活 政府呢 不承担任何的费用了 没人承包 才就拆解了 你就一揽子全都包了吧 那其实就还有一个问题啊 想要发射这个月球车 实际上是有一个月面着陆器 要搭载它的 那这晚上也是出现了问题 它是一家四应公司 生产的月面着陆器 那就这个着陆器的项目 价值是3.22亿美元 那目前没有看到 有没有增加费用啊 那而且要到2025年9月 才能完成 也就是说月球车之前测试 如果完成了 还要等着这个着陆器 它的测试完成到明年9月 然后两个再组合 组合完了再测试 又要时间又要钱 然后你在搭载上火箭 又要测试 然后再等个发射窗口期 时间什么时候 咱不知道了啊 但是可笑的是 你有钱没定位花了吗 这是典型的案例啊 你月球车终止了吧 那这个着陆器竟然没终止 然后还要发射一个 同等质量的模拟的月球车 来测试着陆器的 有效载荷的能力 火箭不要钱是吧 那发射系统都不要钱是吧 你发射个无效载荷 各种成本再加上火箭 价值 这个价格不得10亿美元打底啊 那个着陆器的有效载荷能力 不是设计支出就已经升定好的吗 你在地面做这个测试不行吗 模拟个环境啊 或者吊装啊 做这个测试不行吗 你还费劲巴拉的 拉个无效载荷去月球的测试 这不典型脱裤子 都此一举吗 你还不如搭载点有用的 科学载荷去做个实验 测试点什么玩意 比你放个砖头 过去好多了吧 月球上可不缺你地球上一块砖头 是吧 你说NASA干着事 能说吗 说出来都是笑话 有些朋友可能说 人家科技发达 不用笑人家 可能还有后手 NASA验证这个 肯定是有其科学道理的 你发射个无效载荷 按一个假配重上去 有啥目的啊 你这个着陆器的有效载荷能力 完全是可以在地球上模拟出来 以及测制的 按照这个程序来说的话 阿波罗登月是不是也应该 事先发射一个无人的 然后测试一下载荷能力呢 然后这个各个火星探测的探测器 是不是也应该先发射个 无效载荷的测试能力呢 对吧 但是这件事情上 这开发公司显然是聪明一些的 表示呢 尽管没有了月球车 但是我们可以签下任何的 新有的载荷 就是你有其他 有公司其他的想搭载月球载荷呢 可以跟我们签约 我们呢 是可以前往更安全的着陆地点 以降低任务风险 不必前往之前NASA设定的南极地区 我们可以挑一个比较稳妥的地方来降落 就是能完成任务就算事 至于你的研究有没有架子 反正我给你搭了这个月球着陆器了 月球平台了 你放什么东西上去 那是你的事 NASA更过分 在毫无沟通的情况下 在公布终止月球车的前一天 才告诉这家公司 我们要取消这事 当头一棒的是 这家公司就是今年1月份发射 有损耗月球探测器的 然后发生泄漏 坠毁到地球的那家公司 美国的月球探测器 不知道后续的一些计划 是否还会因为超预算的原因 取消掉或者是延期 延期是肯定 取消掉到处来看 不过波音的飞船 还是取消比较好 空间站先多了两口人吃饭 估计余粮也不太多了 最后要靠哪个飞船回到地球呢 大家弹幕评论讨论一下 反正它这个飞船是飞不了了 因为据目前的公布内容来看 它的氦气已经泄露干净了 有些阀门蜜蜂圈也都破损失效了 波音飞船想返回地球 无损耗那是不可能的 我估摸着猜测 它最后的结果 应该就是烧毁在大气层中了 要么就是烧到一半残骸落在地上了 至于这两个航天员出发的时候 是肯定想不到 回不去了 关注老方布与路 谈论上 关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